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咱们客观点评 证券板块 结合各股像东方财富 中信箭头 华新股份 中信证券 光大证券 红达证券等 基础分析 请募参考 不作为买卖一句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证券板块指数 那么给出一个 个人的观察视角和观点 观点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和逻辑 对于阶段性来讲 一个板块有没有持续性 咱们从三个围图去看 第一个围图的话呢 是量能 就是板块整体呈现的资金层面 第二的话呢 板块内部有没有风向标 第三个的话呢 有没有个股走出横墙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从个股 还是从指数本身走势的这种生长 有没有不断的向好 其实呢 核心在于前两点 好 这是阶段性板块有没有持续性的视角 那么对于中间板块 当前的一个围图来讲 不管是从量能 从风向标来讲 它是属于丧失的 所以说呢 当下还是属于弱势的一种状态 那么如果说从长周期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逻辑 要更加充分的结合 一个是对于整个 不管是中国经济也好 中国的整个资本市场也好 未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与否 其次的话呢 以它当前的位置来进行辩证的去看 那么个人的视角 就是当下来讲 它的属于这样的一个偏弱震荡的一个走法 那么长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认为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以以年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 未来的话呢 是一点都不悲观 反而是充满了无限的机会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呢 我们来看 从周开的一个维度来讲 从它的位置 位置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其实这个位置的高点呢 它对应的是二零六千一百二十四 大盘的六千六千一百二十四 也是呃零六年零七年的一波大牛市 这个一波呢 是零九年的 这一波的话呢 是二零一五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对应了五千一百七十八次的 对大盘的一个视角来讲 大家会发现大的行情节奏 对于证券 对于金融 它是不缺席的 但是对于阶段性的一个视角来讲 就是在它大的行情周期 没有没有到了 这样没有到站的几点之前 在这个过程当中 例如说呢 都可以把它当成大的底部区域 例如说在这个几点的话 它这个底部区呢 可能是半年 甚至说更长的时间 那么当前这个状态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我们来看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呃低点低点低点 那么当前的一个位置和状态的话呢 更多的你要是从短周期的视角来讲 三要素 咱们去跟去观察 它可能存在对应的 板块的轮动也好 或者是呃 存在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异动也好 但是呢 想要把握更大周期的行情的话呢 最起码你要是观察什么呢 观察整个市场的公正的情况 结合呢 资金结合呢 政策层面的一个表达 最终对于当前证券板块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个人呢 甚至呃 会坚定的认为 在一长远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呢 他把前面历史的高点都突破 也是完全有可能 而且呢 是希望极大 但是呢 这个观点说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么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很长的时间的话呢 可能是像一或者是呃 以年为单位 或者两年或者三年 甚至或者更长的时间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呃 没有触发 没有发生之前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当前只能用小周期的一个维度去跟 那么小周期怎么去跟呢 我们来看 从日线的一个成像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上方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直升被跌破的视角 第二的话上方有这样的一个日线的中枢 震荡的中枢下沿在1600点 所以说呢 当前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超低反弹的这样的剧情 超低反弹过之后的话呢 咱们前面用三个维度点评过 点评过什么呢 在这个基点的说 当时呢 是有风向标 也有多个资格物涨停 但是当时讲到的 从三个维度共振的视角去看 如果说呢 后面量能快速缩减 重新回到五军量线的上 五军量线的下方持续 那么呢 它代表的是人气的一个 人气的一个消散 而且的话呢 对应的 从个股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有没有不断的 个股走得很强 那么一个是从资金 一个是从风向标的视角来讲 当前是上市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它陷入的是一种日子震荡 日子震荡的话呢 那么从小周期的一个观察点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可以把下方一千三 上方的话呢 前面这样的一个高点 其实在这个区间进行震荡 震荡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量能始终 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缩量 或者是存量的一种状态当中 那么板块呢 可能偶尔会有轮动移动 但是呢 一时半会儿 看不到太大的机会点 那么想要想要触发更大的机会点 从资金的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要再一次的呈现 类似于前面这个界点呢 就属于量能 连续多日维持在五军量线的上方 五军量和十军量线的话呢 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多多状态 这是从量能的层面来讲 那么从个股的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需要有新的龙头新的风向标 然后呢走起来带动 如果这两者都满足的话呢 那么它的机会必然会大于风险 当前的状态只是一个入质震荡 短周期来讲呢 当前是使一个入质震荡的做法 长周期来讲的话呢 那么需要有足够的 足够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再结合个股 那么像东方财富的话呢 咱们在前面 在这个位置呢 多次提及它的一个做法呢 是属于还涨的做法 但是它属于跟涨 它并不是零涨类型的 而且的话呢 我们来看啊 它前面从32块7毛3跌到18块7毛8的位置 当前的一个状态的话 怎么去跟 当前实际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多空的 趋势的拐点处 这个拐点处的话呢 那么下方对应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平台的话呢 他们它是尝试突破与回踩 突破与回踩的话呢 那么当前五军和十三年军线呢 重新就能上穿到一百四十年军线上方 上穿一百四十年军线上方的话呢 那么从三线操盘的视角来讲 把一百四十年军线当成防守卫跟踪即可 如果说呢 后面从股价呢 回到了一百四十年军线的下方 又收不上来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依然是属于弱势而已 就那属于 属于什么呢 属于规避风险的范畴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位置 持于震浪阴阳交际 一百四十年军线始终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不排除延续这样的一个 震浪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一百四十年军线对应的 位置是多少呢 是二十四块六 好 这是东方财富 那么如果是单纯的用传统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视角的话呢 那么下方二十四元也是在前面 这样的一个平台突破 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压力转换为支撑 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考察的基点 意思说呢 以强弱分界的一个视角 一个是军线操盘的维度来讲 一百四十年军线 然后呢 平台的视角来讲下方 高链和高链项链对应的 压力转换之声 作为它的一个跟踪基点去跟即可 好 当前的话呢 也是从量能来看的话呢 它的量能整体上面来讲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存量当中 好 这是东方财富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中信箭头 那么中信箭头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 长周期五十九块七 跌到二十块一毛三 它也是属于 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从二零 二零年的八月份 二零二零年的八月份 也到二零二二年的五月份 也接近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单面调整 单面调整的话呢 那么当前从二十块一毛三 当前的这样的反弹 它的量堆是有呈现的 量堆呈现的话呢 那么在当下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那么五军十三军和一百四人 一约形成这样的一个 多多状态 那么用军演操盘的口诀来去跟踪即可 什么呢 方向形成在参考 五军不破 可持有 偏力五军可减持 那么涨停从高开低走 高开没有封板 偏了五军显持 十三不破可击息 就是呢 当前 对于这一只个股的跟踪的节点的话呢 以它当成的一种状态来讲 长周期趋势的一个视角来讲 一百四十年军线作为它的趋势 或者是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防守位去跟 那么小周期的维度的话呢 把前面这一根掌停板 这个位置当成一个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即可 那么呢 军线的维度来讲 这个位置只要真的不跌破下来 十三年军演一旦有 如果说呢 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还可以去关注 还可以去跟了 但是呢 如果说把跟的过程当中 好 向下 一百四十一百四十年军线 如果单纯短线的视角来讲 你不用看一百四十年军线了 你只需要呢 把这个单阳的七掌的位置 当成它的 当成你的就说条件即可 如果说呢 你从波段的视角来讲 从趋势的一个维度来去观察的话呢 把一百四十年军线 当成它的趋势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点 好 这是中性箭头 就是它不同的特征 因为本身当前的一种状态 不管是从 周开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也是长周期的下跌 连续这种带量的上行 带量 然后的话呢 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五 对应的 连续带量的一个上行 实现的是一个量价的 这种一个起升的状态 只不过呢 这个位置震荡当中 只要说呢 连五周均线都不破 它实际上是可以观察的 那么从事开的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按照咱们刚才讲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滑行股份 滑行股份的话呢 是前面 为数不多的 反复的 例如说呢 两两百周 高开低走 回车 回车到五均的位置 然后呢 再反包 反包过之后的话呢 又一次 属于呢 大阴大阳的这样的一个交替 量堆的话呢 它是 对应的 呈现的 就是对于这支个五的 它换手达到百分十 也就是说呢 它的表现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 有一定的 有之参与的痕迹 但是呢 从当前的位置来 长周期来讲 28块三毛八 跌到九块钱的位置 也是属于长周期 这样的一个单边下跌 下跌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 怎么去跟呢 同样的 把144 144年均线 当成它的一个 波段或者是趋势的 这样的一个防守位 如果说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呢 阴线之后 后面呢 如果说带有下阴线 或者带有十字星的 这种回事 依然是可以作为 作为这样的尝试的经理 破了144 144年均线的位置的 144年均线呢 对应的是 12块一毛九 12块 一毛九的位置 如果说呢 哎 继续往下 没有破这个位置 甚至可以用这种 低吸高抛的方式进行试探 但是破了144 144年均线怎么办呢 其实的要认错走人 如果说呢 不破 那么出现反包 强反包留之 弱反包去之 好 这是滑心 股份 好 那么对待自内各股的 一个跟踪节点的话呢 就是属于 结合 就是同样的 虽然同样是在 争签板块 那么他量能表现不一样 他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均线关系不一样 以及他当前的这样的一个 开线表达不一样 你的制定的策略 以及呢应对的思路 也是要有所区别的 但是呢 核心要遵循于你的交易体系本身 好 这是滑心股份 那么如果说从趋势的 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的基本面 而言 其实证券板块呢 其实很多企业 他的基本面 实际上并没有 强有力的提振 如果说有提振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看的更远一些 没有提振的话呢 你只能用这张 用单纯的均线 均线的一个视角去跟即可 好 这是华欣股份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的话呢 那么对用的 它是在140年均线下方 这个下方的话呢 首先140年均线的位置 是一个承压 而且在140年均线上方 它前面的是有张的一个增浪平台 增浪平台的话呢 每一次增浪平台 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承压的激励 所以说当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是小的平台 突破 承压回撤 回撤的话 但它的重心并还没有完全下移 那么怎么去跟呢 很简单 下方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去跟你可 上方 那么呢 它只有五 不是说价格上了140年均线 而是五军13年均线 如果能够稳在144年均线上方 你可以用三线操盘的口径去跟 如果说五军和13年均线呢 始终没有上穿144年均线 你是不适合用三线操盘的思想去跟的 为什么它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 只能有超越反弹的视角 所以说呢 把这根阳线 这根阳线的起掌位置 列顺了对应的20块7毛2 6月23号的这根 中这根什么 这根 这样的一根阳线 当成起掌的位置 中央当成它的一个防守位根基 可定单约不破 好 那么我们再看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的话呢 其实在这一轮 这一波反弹呢 它是作为证券板块的分享标 当时的话呢 也看到有声音说 哎呀 会证券板块 未来会大涨特涨疯涨 然后的话呢 光大证券会复制历史上面的这一轮的行情 其实呢 嗯 我觉得这一块呢 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猜测 而是什么呢 分 它作为龙头 龙头只要说保持强势 保持晋级 看龙头做小地 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法 但是呢 已经给出过 三连板 五连板 或者是几 或者是属于 例如说呢 六天 五百之后 那么对应呢 不管它能不能上 对于一般散户来讲 没有必要去追 而且呢 这个这一天的话呢 涨停板 连板之后 后面只要冲高 不能连板 咱们的经验是要去属于 找卖点 就是以卖出为主了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连续两天是高开低走 然后呢 低开低走 但是这两天连续放大量 它代表的是有明显的资金出货的痕迹嘛 资金出货的痕迹 当前的一个状态呢 它是属于 弱势当中 这个弱势呢 一个体验的量呢 量能说的比较快 而且呢 在五均量线的下方 好 那么从位置上面来讲呢 下方140内均线 也在前面呢 它是有一个小支撑基点的 支撑基点 从单纯的开线角度来讲 这是它起掌的位置 也是一个平台 其次的话呢 是140内均线 但是呢 像这类个股 什么时候可以去 再度观察呢 一定出现什么 强反薄带量 或者是以掌停板的方式 或者是以这种强反薄的方式 出现这种强底分 站在五均之上 且量能回到五均量线的上方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可以去 可以去 用短线的事件 试探的 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之前 没有必要去猜 它跌到什么位置 跌到什么位置 没有意义 好 这是光大争券 那么我们再看红塔争券 红塔争券的表达 好 那么这一支购呢 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从28跌到什么呢 跌到了7块6毛1 也是属于呢 长周期这样的一个下跌 下跌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状态 前面呢 也是给出过两两板之后 回次反爆 但是呢 紧接着冲高出 涨停板 第二天 冲高能够连板持股 不能连板的话呢 那么冲高实际上 是要找卖点的 找卖点的话呢 那么回落下来 当前还是担扬不破的视角 那么对红塔争券来讲的话呢 它当前阶段性的这种股性 是偏活的 那么下方有着 这个是平台的视角 然后当前的话呢 是在以这一根阳线 低开高主的 这一根阳线 作为一个单阳不破的视角 去跟 也就是说那下方 那么来看 它的一个地点9元 也就是说9元的位置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还是可以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去去期待一下 如果说呢 把这个位置也破掉了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基点 可能在8元附近了 就是它就属于前面小平台 然后呢 这个位置单阳的视角去跟 后面如果说向上的话呢 你要看它的量能能不能跟上 以及是开线的视角来讲 是强反暴还是弱反暴 如果说呢 反弹的比较弱 带上瘾 那么呢 前高 以及140的均 也都是属于成压的基点 这是短线的视角 就更容易 好 那么再总结一下 就对于增券板块的话呢 短周期 或者是阶段性的去分析和看待的话呢 用三个维度 板块内部的量能是持续 是增量 还是属于说量 存量 这是一个视角 有量有未来 那么第二个视角是什么呢 板块内部的个股有没有风向标 如果说个股连风向标都没有的话呢 那么群龙无首很难有大的起势 或者很难有持续 那么在第一第二的前提之下 都满足的前提之下呢 那么只要说有不断的个股走着哼强 只说走势呢 也是不断的进行生长 那么呢 你才能够用持续的眼光去跟 好 这是阶段性的 那么从长周期的一个维度来讲 看你 看的有 就是以实验的维度来讲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包括了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趋向 个人呢 是高度乐观 这是从长远的一个视角来讲 所以说呢 是对于中间满快的一个态度 阶段性的话呢 按照 不管是技术视角 还是用三个维度的 跟踪 来进行看待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 保持一定的客观 好 这咱们今天呢 点评的内容 更多的是技术巩固 请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